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接下来请收看 波罗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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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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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从内加星开始讲 因为外加星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 然后内加星也讲过很早以前 就是2003年的时候 就在深圳这边也讲过内加星的修法 但是我们现在跟这个时候不一样 有很多新来的人 那有些呢可能还没有修这个加星 所以我们还是要从内加星开始讲 那这个外加星呢 我们去年也讲过了 然后呢苏达基看部也在讲这个菩提学会的这个学员呢 都已经这个基本上都听过了 但是这个内加星我们这次也要讲一下 因为这个加星的修法 因为我们的根基都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差的 就是魔法时代的这个所有的终生 在相比之下 我们的根基啊 就是很差的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加星 需要加星的修法 如果没有这个加星的修法 我们直接去听大圆蛮 或者是去听这个大首音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绝不可能这个证悟 因为到了这个真正的最后的这个大圆蛮的修心呢 这个讲的非常少 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讲的 没有什么可讲的 就像这个我们这个贤宗当中讲的一样 过去的心不可得 未来的心不可得 当下的心也就是不可得 就是一个这么样的这个一个一个简单的一两句话 最具体最具体最根本的这个 最后的这个大圆蛮的修法呢 就是这么几句话 这么几句话 这么简单的几句话 如果不整悟的话 那是没有办法的 用语言来讲 这个是讲不清楚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在我们的人的语言的范畴之内 所以这个讲不出来的 那这个既然是讲不出来 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去证悟呢 那就是两个方法 这个佛经上讲得很清楚的 只有两种方法 第一就是积累资量 所谓的积累资量 就是我们修处理心啊 菩提心啊 龟一啊 还有曼查罗的修法 就是这些 就是积累资量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 然后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要需要上师的这个加持 我们修了加星以后 最后就是这个 雷加星的最后一个 就是上师语讲 那就是我们大家都祈祷 这个法王如意宝 修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上师语讲 这样子以后呢 这所有的这些资量 具备的时候 就是就这么 虽然是这么几个简单的话 简单的几句话 也能够证悟 就像六祖会弄大师 听了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几句话 内容当然不简单 但是呢 从字面上讲 看很简单的一句话 当下就证悟了 还有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 无论是这个 学汉传佛教的 或者是藏传佛教 很多的这个成就者 他们就是依靠一个 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 证悟了 并不是说 学了很多东西以后证悟了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 巧诀 所谓的巧诀 也就是这么几句话 也就是这么几句话 没有太多的话 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简单的一句话 两句话就证悟了 那他们就这么这个 简单的一两句话证悟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 质量是非常的足够的 他们的这个 根基是非常的成熟 所以就这么几句 简单的这个 一两句话 也就可以证悟 那如果这个 根基没有这么成熟的话 那这么几句很简单的话 证悟是不是 这个证悟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呢 以后就是学大阅满的时候 学大阅满的时候 你们在座的人当中 可能有可能 有些人也就去听过了 这个大阅满的真心的这个修法 那大阅满的真心的这个修法 真心的部分呢 就是讲这个 最深的这个 讲这个最深的境界的时候呢 我刚刚讲的 就是讲的非常少 因为它讲不出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没有这些 加性的修法 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证悟的 所以一定要这个重视 一定要重视 这个加性的修法 所以我们今天呢 也就是从内加性开始讲 我们准备这次 就讲这个内加性 那这个外加性呢 我们基本上都 就已经应该有修过了 还没有修 但是呢 应该有 大家都应该正在修 这个过去已经讲过了 这个外加性 那外加性的这个结果 这个人生难得 死亡无常 这四个这个修行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生起初离心 那初离心就是 我们这个修了这个外加性以后呢 修了这个外加性以后 深深的这个体会到 这个轮回 从地狱到这个天节当中的 这个整个这个轮回 每一层都是 都是充满痛苦的 它本身 比如说 人生啊 还有天节啊 这些是相对来说 在六道轮回当中 是比较幸福的时候 但是呢 这个比如说 人啊 还有天人呢 这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痛苦 不是苦苦 就是辛苦 不是辛苦 就是这个变苦 凡是这个轮回当中的 任何一个感受 任何一个痛苦 东西都离不开 都离不开痛苦 它本身就是苦的 那这样子 修了这个外加性以后呢 我们深深的体会到 这个轮回是痛苦 所以我一定要 从这个轮回当中要解脱 一定要解脱 就有这个出离性 这个叫做出离性 出离性 它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个呢 深深的体会到 这个轮回是痛苦的 这个轮回当中呢 没有一个东西 就是值得追求的 没有一个东西 是值得追求的 深深的体会到 一切都是痛苦呀 无常啊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呢 那这个轮回当中 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追求的 那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呢 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东西可以追求呢 有 这是什么 这就是这个 解脱 就是解脱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个新的 这个追求 这个就是追求解脱 那过去呢 我们还没有这个 修出离性的时候呢 我们的追求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金钱 民生 就是低违 就是这些了 就我们的追求 就是这些 那金钱 民生 尤其是这个金钱 他的 他的这个 结果 是什么呢 就是 吃 喝 乐 就是这么几个 这是我们的人生的 这个追求 然后就是 生存 生存的意义 生存的这个目标 那国渠 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 学了佛 尤其是 这个 修了这个 外加性 以后呢 那我们的这个 流行当中 有很大的 砖辩 这个砖辩 是什么呢 国渠 追求 这个 金钱 还有就是 民生 敌位 然后就是 追求 持和 瓦尔勒 这种状况 现在我们就是 转变为 这个 追求 解脱 寻求 解脱 这轮回当中的 所有都 不去追求 当然 这个不追求呢 我们不是说 从今以后 去不工作 从今以后 就是不上班 它并不一位置 这样子 那是什么意思呢 上班 工作 这些是为了 我们的生存 为了我们的生存 只要我们需要 生存 就需要这些 但是这些呢 不是生命的 这个最终的目标 不是人生的 这个目标 这是暂时的 这个 生存的方法 因为我们需要 生存 所以去赚钱 所以去 这个上班工作 这是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一切都是 不是我们最终的 这个目标 就是我们生存 下来了以后呢 是不是一切都 这个圆满了呢 不是 我们人 生存下来了 那生存下来了 以后呢 活下来了以后呢 应该有一个 生存的目标 活下来了以后呢 应该有一个人 活着的这个目标 为什么要活 我们活着的目标 是什么 应该有一个 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目标 那这个目标 这个不学佛的人 或者是 学时间法的这个 人来说 这个目标 是什么呢 就是 除了生存以外呢 就是没有什么 其他的这个目标 吃喝玩了以外呢 没有目标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要生存 需要这个工作 但是 有性的这个目标 那这个目标 是什么呢 就是解脱 这个非常重要 希望所有人 希望所有人 要翻试一下 自己的 这个国去的 这个修行 我们的修行 今天 有没有达到标准 我们的外加性的 这个修法 虽然大家都修了 绝大多数的人都修了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 这个修的时间比较长了 那问题就是这个 修行的标准 这个质量 达到了这个标准没有 这个很重要 标准是什么 就是刚才说的 那我们 鉴定不义的 下决心 我从现在起 我一定要解脱 我一定要这个 寻求解脱 这个年头 有没有 如果有 强烈的这种年头 那就是 我们的外加性 修得圆满了 修成功了 那我们就可以修 第二步 就是内加性 如果我们 修了外加性 人生难得 无常都修了 但是呢 这个结果 还没有 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今天我们 还是希望 自己 只希望 拥有 这些时间的 这些财富 不像这个解脱 没有 不像 没有这种 想解脱的念头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外加性 还没有修 还一定要修 外加性 是我们 整个修行的 懂离 这是非常重要 这是 这个 要 如果我们觉得 自己的这个修行 还没有达到 这个标准 那就要 翻复的 修这个外加性 这是第一 然后呢 如果有 如果我们 已经 深深地体会到 这个轮回是通过 那我一定要 从这个轮回当中 摆脱 解脱 如果这个念头 很强烈的话 那就我们的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 那我们就是要去 寻求 这个解脱 那 寻求解脱的 第一步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首先 我们要这个 去寻找 这个 上师 善知识 所以 所以外加性的 这个外加性的 轮回的过患 将完了以后呢 立即就将这个 解脱的功德 解脱的功德 然后解脱的功德 将完了以后呢 滴流 立即就将这个 善知识 意志善知识 意志善知识 这个顺序是 又非常将就的 这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人生难得 死亡无常 这四个 通过这种 通过这四种方法 让我们对这个 轮回 神起了这种 强烈的 这个 这个 言翻行 这时候呢 如果没有 信的追求 那这就是一个 言识悲观而已 但是呢 这时候呢 立即就讲 这个解脱的功德 这就是 说明什么呢 这就是说 这个轮回当中呢 没有什么 值得追求的 只是 只是我们就这么 几十年当中 需要生存的时候呢 我们就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还是要去挣钱 还是要去这个工作 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 为了生存 除了这个意外呢 这里面就没有什么 可以这个追求的东西 但是呢 这个就是 并不是说 没有 没有任何这个追求 就是有 另外的追求 那是解脱 所以就讲解脱的功德 那如果这么有一个 这样子的这个 解脱可以追求 那我向解脱 我向追求解脱 那我怎么样去追求呢 然后立即就讲 上时的这个 意志上时的方法 那需要解脱的话 那我们自己是 就不懂 怎么样这个解脱 我们自己走解脱的道路 这个我们不会走 这个我们不会走 那我们需要一个 这个 这个引导 我们的上士 引导我们的善知识 所以就在这个 扑先上士 烟角当中 这个讲完了 这个外加性 讲完了以后 立即就讲解脱的功德 解脱的功德 讲完了以后 立即就讲这个 这个善知识 那将这个一致上士 那一致上士 我们找到了 这个找到了上士以后呢 然后我们要去修心 那修什么呢 走解脱道路的第一 不是什么呢 那就是皈依 那就是皈依 所以所以内加性 五个内加性的这个第一 就是皈依 皈依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通过 修了这个外加性呢 我要决定要解脱了 我决定要走上这个解脱道 那走上解脱道 怎么样走呢 第一步就是这个 修 这个皈依的修法 这个是非常重要 希望我们呢 就是还没有修这个 还没有开始修 吴家心的这个 道友 从现在就开始修 这个内加性 如果连外加性的 还没有修的话 那就从外加性开始 先修外加性 然后再修内加性 这所有的加性 修完了以后呢 然后到时候大圆满 大圆满呢 我们大圆满到时候 是最佳的选择 因为其他的这个密宗的 普通的这些 生气次第啊 圆满次第啊 这些修法 虽然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还有很多 这个里面 还有很多 这个 复杂的修法 在大圆满 看来 这些复杂的修法 都是万路 当然 我们如果没有 如果我们的根基 没有成熟的话 那就只有做万路 只有做万路 才可以的 就没有办法 直接就做最快的路 加性修完了以后呢 就我们可以 这些生气次第啊 圆满次第的这些修法呢 可以暂时就可以不修了 那就直接就去修 大圆满的修法 但是大圆满呢 大圆满里面呢 在修大圆满的 真心的前面 还有一些 就是 是大圆满的 这个前心的部分 这个是最后的前心 那 外加性 内加性 大圆满的真心的前面呢 还有一些这个前心 这个当中呢 也包括了这个 极致的修法 禅定的修法 就是有一些 这样子的这个修法 那这些加性 都修完了以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 修大圆满了 那这样子就是 每一步一步 走上去以后呢 这一生当中啊 一定会 一定会这个成就的 一定会证物的 证物是肯定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 大圆满的法 是 这个 非常了不起的 然后呢 我们自己啊 也就是 这就是因为 我们这一生当中啊 遇到了这个 大圆满的法 这就是说明 我们也对这个法 是有缘的 然后这个 前心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就 一步一步的 这个修了 那这样子以后呢 应该说 我们的根基 也就是比较成熟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没有理由 不证物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一定会证物的 一定会开悟的 所以我们 修家性 我刚刚前面讲的 这个如果 在家庭上面 不下功夫 不修 然后到了这个 真心的时候 大圆满的 真心的时候呢 那就是 没有办法证物 如果我们 希望自己证物 希望开悟 那就必须 修这些修法 这个非常重要 先修外加性 然后就是修内加性 然后内加性的 这个修法 我们今天就讲 这个皈依的修法 那首先呢 第一个 我们讲这个 皈依的分类 皈依有集中呢 皈依就有三种 不同的皈依 三种不同的皈依 那三种不同的皈依 是以什么东西 来区分 这个三种 不同的这个皈依呢 这个并不是 其他的东西来分 就是我们自己的发心 发心 以我们的发心 来分 这个三种 不同的这个皈依 那其中 第一个 皈依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 有些人 有些人 尤其是这个 刚刚学佛的 这个局势 现在就很多 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那虽然心佛 心佛 然后呢 也相信这个轮回 然后相信因果 也心这个佛 也心佛法都相信 但是呢 暂时就没有这个相得解脱的这种想法 那就是希望 为了希望这一生当中啊 健康长寿 然后下一生也能够健康长寿 不够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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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投身到这个人田 相处人田的福报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皈依三宝 有这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这个 皈依 那这种皈依呢 凡是皈依佛的人 都逐渐逐渐都会成佛的 但是呢 这个母亲呢 他这个皈依 他本质上 他还不是一个解脱道 他不属于是解脱道 就属于这个世间法 这是属于世间法 这是第一个皈依 那我们今天 就因为我们今天听法的 在座的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以前听过很多法的 所以我想应该不会有这样子 如果有的话呢 那也就是把我们的发心 要调整 调整 就是为了这个现实的 这个健康长寿发财 或者是为了下意识的 这个轮回当中的心腹 所谓的心腹 就为了这么一点 皈依三宝 这样子的话 当然这个纵比不皈依好 但是这样子就是非常的可惜了 本来就是为了成佛 可以皈依三宝 但是呢 就为了这么一个 很实俗的目的 皈依的话 这个很可惜的 不能这样子皈依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 就是小乘佛教的这个皈依 小乘佛教的皈依呢 就是为了我自己一个人 从这个轮回当中得到解脱 得到解脱 为了我一个人 拜托这个轮回的各种各样的痛苦 学佛 成就阿罗汉 成就阿罗汉 或者是我为了我一个人 从这个轮回当中得解脱 所以我要成佛 那样子的话 这个他又不是追求阿罗汉 那他就是想得到佛的果位 这是不是大乘佛教呢 这也不是大乘佛教 这个也叫做小乘佛教 因为他追求的是什么 他追求的就是这个自己 就是自己的这个解脱 这个大和小的这个差别也是什么呢 就为了自己一个人 所以叫做小乘 然后呢 为了天下所有的终生 那这叫做大乘 大和小的差别呢 就是在这个上面 当然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 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不同的地方 但是呢 最关键就是这个 这叫做小乘佛教的这个皈翼 我们这次呢 最好也不要发这样子的 这个心 不能这样子皈翼 那最好的皈翼是什么呢 就是第三个这个皈翼 是我们的选择 这个是以菩提心的基础上 这个皈翼 当然我们现在啊 就是刚刚修这个内加性的时候呢 有没有可能 这个有这个不造作的菩提心呢 这个可能性很小的 几乎还没有修这个菩提心之前呢 不会有菩提心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就是发一个造作的这个菩提心 造作的勉强的一个这样子的菩提心 什么样子叫做造作呢 比如说我为了一切众生的这个解脱 我现在要成佛 我成佛了以后呢 我要读终生 这种发心 但是这种发心呢 目前还不是发自内心的这个发心 那是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不发这样子的心 那就是不能成为大乘佛法 所以我要这样子去想 这样子就强迫自己去想 发这个心 这种发心叫做造作的发心 但是这个造作的发心有没有用呢 有用 暂时还没有这个真实的这个菩提心 直前呢 我们每一次这样子发一个造作的菩提心 也很有用的 所以我们这个修皈依的时候呢 虽然我们的这个发这个菩提心呢 不是很表准 但是也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从造作到不造作 从没有从没有菩提心 到有一个造作的菩提心 然后从造作的菩提心 到这个正式的菩提心 然后从正式的实属菩提心 到这个生意菩提心 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这个秀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一个这样子的菩提心 我为了一切终生 那我要成佛 我想利益终生 我一定要度化终生 我一定要让所有众生 摆脱痛苦 所以我一定要成佛 因为我要完成这个工作 那这个工作呢 佛才能够完成 除了佛以外 这个工作阿罗汉 没有办法完成 菩萨也没有办法完成 佛陀才能够完成 所以我要成佛 我成佛的目的 就是因为我要完成这个工作 所以我要成佛 要这样子这个发心 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呢 去这个皈依佛 这个叫做大乘佛教的皈依处 皈依 大乘佛教的皈依 首先我们要知道 皈依就有这样子三种这个皈依 这个就是为了方便 我们自己修的时候呢 就避免修这个时间的这个皈依和 这个小乘的皈依 我们就直接就修大乘的这个皈依 为了这个 首先要知道这个皈依的这个分类 这是第一 然后呢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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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皈依处 皈依处 我们要先去认知一下这个皈依处 什么叫做皈依处呢 皈依处就是我们今天皈依的 这个佛 发 圣 这三个就叫做这个皈依处 那这个皈依处呢 有我们可以分三种这个皈依处 第一个是我们现宗和密宗的这个 共通的这个皈依处 这个是第一 第二 是这个 普通的这个密宗 所讲的这个皈依处 这是第二 第三 就是大圆满 大手淫 还有呢 禅宗里面呢 有些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意思 那就是 这是第三个这个皈依处 就有三种不同的皈依处 三种不同的皈依处 那其中 现宗和密宗公认的 公通的皈依处是什么呢 佛 发 神 佛 就是释迦牟尼佛 还有阿弥陀佛 等其他的佛 就是释放 善失的所有的佛 这就是 显宗和密宗 共通的这个 皈依处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 法 法就是 显密的这个 所有的法 大小乘的法 我们虽然 不修小乘的法 但是呢 皈依的时候呢 所有的佛法都要皈依 所以 凡是释迦牟尼佛 穿下来的法 都是这个 第二 叫做法 这是第二个 这个皈依处 第三个 皈依处 就是僧众 僧众是大乘佛教的 僧众是 文殊菩萨 观世音菩萨 等 一地以上的菩萨 如果是 一地以上的菩萨 哪怕就是一个人 也叫做这个僧众 就是大乘佛法的观点 那小乘佛教呢 他认为这个僧众 就是一个僧团 就是一个团体 所以应该有四个人 四个人以上 像比丘 比丘尼 四个人以上的 才叫做这个僧众 那这三个 是我们的这个 工人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归处 工人的归处 这是第一个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然后第二 就是密宗 普通的密宗当中 讲的这个归处呢 归处就有两个 第一个是 赏识 奔准 然后就是空心 赏识 奔准 空心 这三个 上识 就像梁花上大识 叫做上识 奔准呢 我们可以 比如说 观世音菩萨 也可以作为 我们的本身 奔准 还有呢 文殊菩萨 也可以作为奔准 密法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奔准 也就是佛和菩萨 奔准 空心 就像这个 独母 像绿独母 拜独母 这样子的这个 菩萨 或者是佛的花生 就是在佛的贪嗔当中的这个 在先线上 这个实现出女性的这个佛 菩萨 这叫做佛和菩萨的化身 叫做空心 一半的这个密宗里面呢 一半的这个密宗里面呢 讲上识 本尊 空性 就是这三个 然后还有一半的这个密宗里面呢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规一处 另外一个规一处 另外一个规一处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 这三个是我们人的这个人体的一个成分 这个成分 组成人体的成分 菩萨 这个是最终我们要证悟的 然后世俗的的明天呢 就是头顶后肩 这都有这个世俗的这个明天 它就是一种 这个还没有证悟空心的 还没有这个完全成佛之前 我们的身体的一些 这个勾造我们身体的一些部分 叫做这个明天 但是呢 这三个齐埋明天 齐埋明天 这三个呢 实际上他们的本质是什么 他们的本质 就是这个佛的发生 保身 华身 买 在不清净的时候 就是买 然后呢 清净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这个佛的花身 变成佛的花身 然后齐 不清净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呼吸的这个齐 然后呢 清净的时候呢 它就清净为 佛的保身 佛的保身 然后呢 明天 不清净的时候 就是明天 清净的时候 就叫做这个发生 实际上这三个是 这个佛的这个 发生 报身 华身 这三个 这三个 实际上也叫做三报 也叫做三报 三报也就是这个 发生是什么呢 发生就是佛 三报当中的佛 佛才是真正的这个 发生才是真正的佛 真正的佛 最究竟的佛是 发生 并不是保身 和华身 就是发生 然后法 三报当中的法 就是包身 然后三报当中的这个 这个佛法 生 就是华身 这样子以后呢 这实际上呢 这三个 这个奇迈明天 也就是佛的这个 发生 报身 华身 同时 也是 佛 发 神 这个就是 普通的这个 密法里面讲的 观点 这叫做这个 归处 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 这是大圆满的 这个归处 大圆满的归处 是什么呢 我们的心的本性 我们心的本性的光明 光明 还有我们心的本性 这个空性 空性 就是这个 发生 我们心的本性 是如来藏光明 那这个如来藏光明 它也是离不开空性的 那这个空性的部分 叫做发生 这叫做发生 然后呢 光明的这个部分 光明的部分 叫做这个 这个包身 光明的部分 叫做宝神 然后这个 广明和空性 用我们的语言 讲的时候呢 就是分开讲 只能分开空性 光明 这样子分开讲 但是实际上 它不是 它不是 不是分开的 它是一位一体 一位一体 永远 永远这个光明和空性 永远都是不离 这个无而物别的部分 叫做花生 这叫做花生 那实际上 这三个 佛发生 这三个叫做 这个是心的本性 这个不仅是大约门 先宗的宝行伦 宝行伦当中都是 这么讲的 宝行伦的第一品里面呢 就讲了这个三报 他说 最究竟的三报 就是心的本性 这个如来藏 这个宝行伦当中也有 这样子的意思 然后还有 六诸贪经 当中也有 六诸贪经里面呢 有一句话 就是说 自行聚三身 执行是什么 执行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 就是如来藏 佛心 然后 鞠北 散圣 就是 华生 华生 包圣 实际上 这个 像六诸贪经 还有这个 宝行伦 这些伦典 这些宪宗的伦典当中 也有这样子 但是在这个地方 讲的是大约门的 布公的这个 三报 就是 自己的心的本性的 广明空性 然后就是无而无别 这三个叫做 佛发生也就是这三个 然后呢 散神 宝神发生 化生也就是这三个 那这叫 这是这个大圆满的归一处 大圆满的归一处 这是归一处 大家听清楚了 这就是归一处 我们我在 那这个就在这个归纳一下 这个所有的这个 第一个那个先宗的这个归一处 可以归纳为佛发生 密宗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归一处 要不就是这个 起埋明殿 要不就是这个 这个起埋明殿 另外就是上师本尊空性 就这三个 然后呢 密宗的这个大圆满的 就是新的本性 广明 空性 如来藏 这叫做最究竟的这个三邦 这个归一处是这样子的 这三个叫做归一处 然后呢 这个归一 这样子就我们归一处讲完了 大家记住这个是归一处 我们念这个 这个 开险解脱岛 这个大圆满的前行的仪归 开险解脱岛的时候呢 这里面没有这么多了 那但是呢 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一个智悲光 智悲光尊之的 他的一个笛字 写的一个这个大圆满前行的 这个引导文的一个这个仪归 这个仪归就比较比较广 这个很多人也有 我们过几天 去年我们念了这个传唱 今年也可以念一下 那这里面呢 就这个归一的这个一句话里面呢 就这全部都包含了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 这叫做归一处 这就是献密大圆满 献宗和密宗 以及大圆满的归一处 这三个叫做归一处 然后 然后 什么叫做归一 归一的本质 归一的本质 接下来我们就讲归一的本质 什么叫做归一呢 归一既不是念佛 又不是磕头 这都不是归一 那么归一是什么呢 归一就是一个 发自内心的一种决心 或者是说就是一种发实 这叫做这个归一 那这个归一 什么决心 什么发心呢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献密公认的这个归一处 归这个归一处的时候的这个归一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把佛陀 佛当作我们的导师 佛法呢 当作我们将来所走的路 然后呢 僧众就是当作我们的这个导游 这样子归一 这种归一 就是先宗和密宗 共同的归一 这个我们 曾经也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 可能是少数的 刚刚新来的人以外呢 绝大多数的人 都知道 都知道的 这个是显密公认的这个归一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什么呢 需要坚定不移的这个决心 我们首先归佛的时候呢 我们要下决心 或者是在佛像前发誓 我从现在起到成佛位置 乃至成佛之间的整个生命轮回生生事事当中呢 释迦牟尼佛等佛陀作为我的唯一的道士 除了佛陀以外 然后其他的 像上帝造无助 还有我们世间的人 所崇拜的有各种各样的鬼 各种各样的神 那这些鬼神 还有这些呢 这个所谓的 这个世间造无助 这些呢 坚决不做我的道士 我的道士 就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才是我的唯一的道士 这样子 下决心 这个决心必须要有坚定不移的这个决心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 归一法 归一法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的 下决心 在佛像前 发誓 我从现在起 生生死死 直修释迦牟尼佛的法 释迦牟尼佛的法 才是我的唯一的 这个所修的法 所奏的路 除了佛法以外 就是 除了佛法以外 其他的这个 其他宗教的修法 或者是西门外道 我坚决不秀 这样子的决心 这个决心 叫做 这个决心 叫做这个归一法 什么是归一法呢 这就是这个决心 决心就是归一法 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 归一僧种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我们下决心 我从现在起 圣圣思思 乃至成佛之间 僧种 就是学释迦牟尼佛法的 僧种 作为我的 唯一的这个道友 作为道友 作为我的唯一的道友 除了学佛的 这个僧种意外 那其他的 修西门外道的 这个人呢 我坚决不做 我的道友 这样子 这个法师 下决心 这个就叫做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圣 这个是 先宗的这个归一 还有密宗的 共同的归一 这个这个归一是 最基础最基础 无论是学先宗也好 学密宗也好 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决心 那这个决心 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这个归一的修法 我们需要达到 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呢 什么时候算是 这个归一修好了呢 第一个 这个数量要完成 就是要年十万遍 十万遍这个归一的集 集子 然后呢 再年这个一万遍 作为补充 然后呢 实际上就是年十一万遍 这个要完成 另外一个 从这个是数量上完成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质量 那质量上要达到 什么样的标准呢 我们就是有 见定不已的这种 这种决心 释迦牟尼佛 然后呢 这个佛法神 从现在起生 神是作为我的益处 我依靠三胞 意志三胞 除了三胞以外 我再也不去寻找 任何其他的这个 益处 这种决心 就是坚定不易的决心 什么样的叫做 坚定不易呢 比如说 如果我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也不摄取三胞 也不摄取三胞 就是要达到这样子的 这个表准 才叫做真正的 这个规矣就修好了 这个时候 这个规矣就好了 如果还没有 就是还没有这么 这么坚定不易的 这个决心的话 在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相信佛 我们也愿意 这个学佛 都愿意 但是呢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这么严格的要求 就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遇到了生命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是要选择 我自己的生命 我不选择三胞 在这种情况下 我发自内心的 还是要摄取三胞 如果还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这个规矣啊 还没有修好 还没有修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是我们将来的 所有的修法的基础 这个是基础 如果真的达到了 这种标准的话 那我们已经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 这个佛教徒 虽然现在还不一定是 这个成就者呀 菩萨呀 这些不一定 但是呢 最起码也可以说 是一个非常表准的佛弟子 就是说 可以说我们自己是一个 一个非常表准的 这个佛弟子 佛教徒 从此以后就是这样子 这个很重要 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自己 比如说 如果我今天遇到什么这样子的 这个意外的情况 有人让我选择 要不就是这个 要不就是要杀 杀死你 要不的话 你就是要从内心 要摄取这个三胞 这两个当中呢 让你自己选择 如果这样子的话 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怎么样选择 这是一个对我们的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是可以选择这个三胞 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也选择这个三胞 我不是去三胞 鉴定不一 那这种功德是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了 就是 哪怕只有这一个功德的话 那也就是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这个人 这个人 虽然是不一定这一生当中成就 也不一定下意识立即成就 但是 就是仅仅是这个 规矣的这个功德 这种人呢 他不会在这个轮回当中 很长事件 一定很快就会成佛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以后呢 这个 这个修完皈依 皈依修完了没有 还是要自己去 自己去这个 自我监察 如果我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我会怎么样 我会选择什么 这样子就指导了 这个 修好了没有 这是第一个 这个是先宗和密宗公认的 先密公同的这个皈依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有三种这个皈依经 有三种这个皈依出的 敌意中皈依出的这个皈依 就是这样子 这是敌意 然后第二 第二这个上识 本尊空性 这个怎么这个 怎么这个皈依呢 我们从现在 一致上识 然后就是依靠 笨准 空性 就作为我们的道友 这样子这个皈依 这是第二个 这个皈依出的 皈依 然后呢 七脉命殿 我们讲了一个 七脉命殿的皈依出 这个怎么样皈依呢 这叫 这个皈依呢 就是我们 现在下决心 我一定要 把我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 七脉命殿 转换为 这个 花生 报生 法生 三圣 这样子 这叫做这个皈依 然后另外一个 大圆满的嘴中的 这个皈依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皈依 一般这个叫做过皈依 饮皈依和过皈依 饮过的饮和过 这时候 我们就是 下决心 我一定要证悟 我的这个 心的本心的空性 这个决心 我下决心 我一定要证悟 我的心的本心空性的部分 这叫做皈依 发生 然后同样的 我一定要证悟 心的本心光明 这叫做皈依 皈依宝神 然后我一定要证悟 这个空性和光明 无耳无别的 这叫做皈依华神 这三个就是这样子 最后我们的心的本心是 散保 同时也是这个三圣 那我们现在 就是下决心 我一定要证悟 我自己的这个心的本性 是散保 是这个三圣 我一定要证悟 这种决心 叫做皈依 这一般 这个都叫做过皈依 这样子皈依 这三个皈依 不同的三种皈依处 三种不同的皈依处 然后三种不同的皈依处 也有三种不同的皈依 也有三种不同的皈依 但是我们暂时呢 强调第一个皈依 这是最重要的 这叫做皈依处 这叫做皈依 皈依的本质 就是这样子 那这以上呢 我们讲了这个 皈依的这个分类 然后就是皈依处的 皈依处 然后就皈依的本质 这三个讲完了